小伙儿拥有超能力 手摸过的地方都会消失 哪怕是自己也不会手下留情 早上被闹钟吵醒 他掀开被子 被子就不见了 碰到的手指也没了 随后去关手机 结果桌子消失了 他被声音吵醒 这才发现不对劲 刚想站起来 却一屁股缩到地上 床竟然不见了 又按了下地板 三层大别墅竟然凭空消失 他瞬间蒙了圈 捂着脑袋思考发生了什么 结果一照镜子 发现头发竟然少了一大片 他这才意识到什么 看了下肚子 伸手一摸 衣服就消失了 正在这时 一个美女路过 以为遇到了变态 拿起驴皮包包砸了过去 小帅急忙抓住胳膊 美女衣服就不见了 他非常生气 使出撩阴腿 小帅急忙互助要害 这时霍波勒正好路过 看到这一幕 以为他在耍流氓 掏出电棍走了过来 吓得小帅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突然来了一辆汽车 他急忙伸手去挡 两人就坐到了地上 男孩想买小号 他摸了下玻璃 小号就轻松到手 他们追了三天三夜 佛波勒一不小心 碰到了婴儿车 车子冲下楼梯 婴儿飞出车外 人们顿时傻了眼 小帅健壮 紧跑几步 伸出双手 突然他意识到什么 看向双手 原来小伙儿常年不洗右手 才获得了超能力 随后用背接住了婴儿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男人的嘴巴越张越大 眨眼间就到了胸口 一步步向前走去 女人非常害怕 一转身 拿起拖把 用力捅了进去 可男人一点事都没有 拽过拖把 扔到一边 女人见状 急忙跑了出去 原来今天早上 老头张开大嘴 快速冲向小女孩 一低头 把她吞了进去 而这一幕 恰好被小美看到 眨眼间 女孩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她四处张望 看到母女两人后 收起大嘴 快速跑了过来 吓得两人转身就跑 钻进车里 幸好在大嘴怪 追来的最后一秒 成功启动了汽车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可大嘴怪 并没打算放过他们 来到大壮家 不过却没发动攻击 而是双膝一软 跪到了地上 随后嘴越张越大 在两人的注视下 看到一个巨型嘴巴 她伸出双手指了指 想让两人自投罗网 吓得大壮直摇头 可小美却想试一试 大嘴怪急忙指了指 自己的舌头 小美见状 二话不说 直接钻了进去 大壮心一横 也钻了进去 没想到这里 自成一片天地 跟梦幻世界一般 原来大嘴怪是天使 之前吞噬的女孩 是个恶灵 解释完后 上空出现一个漩涡 两人被吸了出去 大嘴怪朝两人点点头 表示感谢 紧接着一转身离开了 可刚出门 就遇见了女司机 突然听见砰的一声 天使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天使怎么这么不扛撞呢 罗盘不停地转动 下一秒 地面裂开一条缝隙 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两人抬头望去 光照快速上升 然后一点点慢慢收缩 最后汇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罩子 把小镇封印在里面 紧接着一辆汽车 快速驶来 二翠不停地挥动手臂 向拦下汽车 司机以为他在寻求帮助 直接冲了过去 在两人注视下 汽车一点点冲过罩子 下一秒 他就碎成五数块 成了渣渣灰 这时两架直升飞机想进来 可穿过罩子后 飞机快速叹化 瞬间解体 另一架还想逃 可为时已晚 也撞到罩子上 眨眼间成了粉末 原来这是玛雅预言中的十二灾难 早上水龙头里流出了番茄酱 奶奶把祖船戒指戴到小美手上 他顿时觉得非常痛苦 掀开袖子一看 胳膊上多了个五芒星图案 还在闪闪花光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走进去一看 地上插着一根冰锥 这难道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响 男人抬头望去 什么都没看见 奶奶刚想说出真相 下一秒 就被冰锥穿透心脏 随后密密麻麻的冰锥落了下来 这可比子弹厉害多了 吓得他们急忙跑到屋里 幸好房顶是用木头做的 足够坚固 与此同时 小镇其他地方也落下冰锥 人们急忙躲到屋里 幸好没有造成多大损失 突然小美一声惨叫 胳膊被烧得通红 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汽车在路上快速逃跑 后面是105度的寒潮 小伙扭头一看 刚想逃走 瞬间被冻成了冰雕 105度的寒潮快速涌来 男人瞬间冻成冰雕 碎成了粉末 小帅一抬头 下了个半死 水都掉到地上 寒潮快速袭来 水瞬间冻成冰棍 车里的老人还没逃走 就冻成了冰雕 小美一声大吼 跑了过去 手上的戒指发出红光 形成一个结界 寒潮根本进不来 可后面的小火就倒了煤 随着时间推移 窗户上的冰块快速融化 人们见状急忙跑了出去 并惊一看 寒潮越来越落 最后消失不见了 可灾难还有很多 他跟好友出去玩 突然空中乌云密布 形成了龙卷风 大树被连根拔起 圣诞老人都被吸了进去 吓得他们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妹子却停了下来 他想开车逃走 没想到汽车被吹飞 把他撒到下面 这就是传说中的十二天灾 只有凑齐五枚戒指 才能拯救世界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山洞 突然地面晃动 裂开一条缝隙 无数红烟钻了出来 他们在缝隙中找到第三枚戒指 可刚想离开 却被人拦住去路 双方就打了起来 这时红烟悄悄溜了进来 小伙不小心踩到上面 瞬间化成了灰烬 吓得他们跑了出去 可黄毛却把小美当人质 让他交出戒指 大壮别无选择 把罗盘和戒指放到地上 就向后退去 黄毛来到近前 蹲下身子 刚抓住罗盘 大壮趁机拉开绳子 上面的东西就掉了下来 把黄毛砸晕 与此同时 下一个灾难也来了 铁丝网上跳动着电火花 传到路灯上 发生了爆炸 下一秒 路灯不停地晃动 然后倒了下来 小美伸出双手 释放出戒指上的能量 将路灯推到一边 而另一边的男人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 电线居然跳起了舞 随后缠住男人 放出强大电流 他瞬间碎成无数块 小美两人来到森林里 推开树根 在底下发现一个罐子 砸开后 里面装着第四枚戒指 瞬间无数信息钻入脑中 紧接着地面不停地晃动 放眼望去 火山就要喷发了 地下的沼气喷泊而出 他们快速向前逃去 突然黄毛跑了出来 两人扭打到一起 大壮用力一推 黄毛刚站稳 随后地火就喷了出来 他就碎成无数粉末 小美走着走着 突然捂住肚子 最后一枚戒指就在附近 他锁定了一块石头 将石头扒开 从下面取出一个罐子 打碎罐子后 找到了最后一枚戒指 随后带到小母纸上 下一秒 就喷出一道火光 将它包裹在里面 紧接着一道火焰冲天而起 小美静静地站在里面 无数能量射向空中 半天过后 能量输出完毕 火山安静下来 空中的结界快速收缩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小美则躺在地上 浑身焦黑 身上的衣服都烧没了 可头发却一根都没少 这是为什么呢 世界末日就这样被轻松化解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部电影 跟2012哪个更好看呢 地面裂开一条两米宽的缝隙 女人一抬头 急忙打方向盘 撞破护栏朝前冲去 幸好被石头挡了一下 车子才停了下来 定睛一看 车头处于悬空状态 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女人身子前倾 想关掉音乐 突然车就晃动起来 她不敢乱动 因为屁股就坐在重心上 这时有人敲窗户 随后打开门 把女人拽了出去 下一秒 车就掉下悬崖 而诡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来到小镇后 大雾就从远处刮来 没一会儿就吞噬了所有房屋 雾越来越大 面对面都看不清对方是谁 这也太诡异了 突然他们听到鸣笛声 卡车以巴士麦的速度横冲直撞 幸好小美反应快 大壮这才捡回一条命 他们来到船上调查 没想到瞬间天就黑了下来 闪电不停地落下 小美正在打电话 突然就吓起了冰雹 而且越来越大 她想找个地方避一避 可下一秒 闪电落到前面 她被弹飞出去 落到了海里 再次醒来时 却躺到一张大床上 原来被人救了一命 随着案件深入 小美找到船主 刚想抓她回去 没想到船主一用力 小美就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到汽车上 折了两根肋骨 突然她抬头望去 空中竟然飘起了雪花 天气又发生了变化 看来船主就是她要找的人 随后掏出枪 把船主带了回去 可她老婆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急忙打开账户查看 上面余额竟然失灵 她非常生气 急忙走了出去 这时外面狂风大作 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里面还夹杂着闪电 原来她的钱被小帅骗走了 她正想跑路时 被二翠堵了个正着 她越来越激动 闪电不断劈了下来 纷纷落到附近 小帅非常害怕 掏出了手枪 可二翠根本不在乎 眼睛一瞪 枪就飞了出去 这时小美赶了过来 说你必须冷静点 现在的天气都是你造成的 在她的安抚下 二翠终于平静下来 天气也恢复了正常 小帅被抓了起来 如果真有这样的超能力 你说龙王会不会失业呢 就终于 浅哈 抱歇了 更热 Lotus